特斯拉飆速充 大垮雙簧線 正面對決吉普車 撞好撞滿 超距吉普車瞬間彈飛 路上狂轉一圈半 狠撞護欄 左側瞬間凹爛 乘廢鐵 穿貨特斯拉 則是一路失控暴衝滴滴隆 特斯拉撞去一半 兩輪噴落 吉普車駕駛參加車內 連人帶車卡台東線金輪大橋 當場死亡 同樣是恐怖撞翻車 屏東新原鄉這輛小貨車 在路口左轉後 竟直衝飆到最右車道 下一秒爆撞直行車 兩車擠到爆 貨車噴撞滑進水溝 煙塵髒水噴溅 普通好大醫生 駕駛慘逗逃災 鄉行車駕駛則是方向盤 撕撕往左轉 才沒跟著摔進田林 車頭一般泡水裡 一般撞狗脸 兩山車門撞爛關不上 駕駛浑身濕 奮力從水中脫困 好在沒有大礙 前有貨車吊水溝 後有高雄大辽水泥浴半車摔天坑 駕駛開車開到路口 突然整輛失控 回往右傾倒 仔細看 竟是柏油路破大洞 水泥浴半車 整台被半倒 四十五度側摔 惨遭路面無情吞噬 還差點撞上前方騎士 倒進一旁民宅 這個點的地方 原本就有五公分的下線 那它正好水泥車過來 壓重直接下去 兩輪卡巨動動彈不得 好在無人受傷 但全台路太爛 到處都有天坑 用路人不知何時又會陷入險境 這也有原因採生暴報道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 大眾關心的議題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 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